各位親愛的遊客,大家好,我是張偉康,是香港的旅遊大使 今天,我很榮幸跟大家介紹香港 我認為港式茶餐廳最能夠代表香港 因為它是香港人的大眾食堂 原因有三個 第一,茶餐廳的食品是中西合璧的 你可以吃到有中國特色的藥酒炒飯和叉燒飯 又可以品嘗到有法國的西多士和意大利的肉粽 多茶餐廳吹著日本風的時候 可以品嘗到日式的手打烏冬和拉麵 第二,茶餐廳的食品是創意無限的 你可以點煙釀,煙釀其實是奶茶和咖啡的混合 這種獨創的飲料品只有在茶餐廳才能找到 另外,你還可以點煙沙酒奶 而這就是由咖啡飲料品而成的 就是咖啡酒糖和酒奶 形成淨咖啡這種飲料品 另外,當一個沒有菠蘿的菠蘿包 再加多一塊厚厚的牛油 就會成為菠蘿油 而第三點,茶餐廳就是大眾的食肆 它見證了香港大半個世紀 還有定價是大眾化的 就是由二十元至四十元左右 而最後茶餐廳就是香港人的加油站 當你痛餓的時候 你一定找到一間茶餐廳在你附近的 最後茶餐廳代表了香港原因有三個 就是因為它是中西合璧 而食物又是創意目限 還有它是遍佈於香港每一個地方的 多謝